清醒的00后啊 潘展乐不会是能够干大事的 根据观察者网的报道 822号奥运冠军潘展乐 解散了唯一的粉丝群 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 得到了网友的一致赞扬 运动员专注赛场就好 小潘人间大清醒 三观超级正优秀 经济体育就是拿成绩说话 默默付出 然后惊艳世界 国之骄傲 少年自有少年狂 心似骄阳万丈光 在奥运赛场上 潘展乐凭实力打破世界纪录 展现了中国年轻人的 坦率和自信 看不起我们的 今天都把他们拿下 更难得的是在赛场之外 在颇天的流量和关注面前 20岁的他也能够保持冷静 不被名利迷惑 不被虚荣裹挟 在谈到粉丝蹲守 酒店楼下要签名时 他说我还是我自己 成绩是一步步 努力训练得来的 他们在我成绩差的时候 不来找我 现在来找我就感觉会很别扭 我希望还是低调一点 清静一点 在谈到动不动就上热搜时 他说我的职业生涯之路还长着呢 我的精力应该用在 突破自己的成绩上面 所以大家也少关注我一些 赛场上我们呐喊助威 鼓掌喝彩 赛场外我们默默关注 隔空支持 不打扰就是对运动员最好的尊重 少年自由少年强 发愤图强 做栋梁 期待攀展乐在未来的道路上 超越自我 勇往直前